当狗狗遇到比自己害狗的蝉屎官会怎样 这只长得憨憨的拉布拉多叫旺仔 他的变态蝉屎官把狗给逼成了全网最暴躁的狗 全世界都知道的规矩 掉在地上的就是狗狗的 旺仔满心欢喜地追着饺子 可万万没想到 变态蝉屎官自己吃了 看旺仔骂的脖脏 好好的鸡腿 旺仔一口下去就变成了辣椒 旺仔也不惯着蝉屎官一顿疯狂输出 旺仔虽然不是人 但是蝉屎官是真的狗 为了不让旺仔吃鸡蛋吃 变态蝉屎官竟然把鸡蛋在脚底蹭了又走 这种事估计连狗都干不出来 这波操作让旺仔大开眼界 大骂这是人干的事吗 在厕所的马桶里给狗狗洗碗 在拳网也是独一份吗 旺仔遇上这样的蝉屎官 总是没什么 蝉屎官虽然不忍 但是旺仔不能独一 他常常戴着假发充当蝉屎官的人物 蝉屎官吃榴莲螺丝粉时 旺仔也想尝尝 这次蝉屎官倒是挺大方 结果把旺仔抽出了口情包 有好吃的东西 蝉屎官就抠抠嗦嗦嗦的 旺仔也一点都灌着它 尝到甜头的旺仔越来越放飞自我 再一次他偷吃了蝉屎官的蛋糕货 蝉屎官玩不起大哭了几个 这下可把旺仔给吓着了 旺仔看到面对这么多的网友 这个显眼包就准备了 面子都让他丢进来 旺仔就这样和他的蝉屎官 每天相爱相杀 旺仔也从一个可爱小狗 变成了一个暴躁又有心机的狗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